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们今天是风控的第四天了 然后大家看,北京的天气今天也是挺好的 看起来阳光明媚,晴空万里 但是大家应该能听到这个声音 今天的风特别大,而且特别特别的冷 这场大风是从昨天下午就开始挂了 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停 天气预报上说是明天半晚才会停这场风 昨天这个温度啊,高温度可以达到13度 但是今天这种温度啊,实际上是太冷太冷了 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 最低温度零下7度,最高温度零下3度 这会儿啊,我感觉这个温度连零下12度的感觉 你看,大家看,五房上的车流啊,跑着呢 但是这几天嘛,在这儿一直看那个五房上的车 比平时太少太少了,好久没有看到堵车的现象了 现在北京它都居家办公了 所以五房上的车也是很少的啊 哎呀,我这手刚刚出来这一小会儿 感觉都有冻了的感觉 它都不是那个冬天的感觉啊 这感觉是三九天的感觉,太冷太冷了 昨天最高温度13度,还有那个秋天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这树上啊,一个叶子几乎就没有了 前两天啊,这树上啊,还能看到那个黄树叶 但是这一场风下去,估计就是一个叶子都没有了呀 估计,掉了应该也都差不多了 我这手啊,刚出来这一小会儿都有点冻麻了 这个温度还是挺低的啊 昨天是秋天的感觉,今天是三九天的感觉 大家出门啊,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 实在是太冷太冷了 手都已经冻僵了,出来这一小会儿 大家注意防护好了啊 北京啊,今天新增病例也是有很多的新增的 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 要戴好口罩,还要多穿点衣服 做好这一套预寒的天气 预寒的这个准备啊,太冷了 好了,冷的时候有点让人侧手 昨天还挺温度主要的 今天就这么温度,感觉真的有点侧手不及啊 这一下子还有点适应不了 那好了啊,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北京太冷 如果的话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想来北京玩的朋友啊,因为好多网上有好多粉丝问我 娜娜现在去,什么时候去北京能比较好呀 这个季节千万别来啊,太冷了